作者张军 由有生熊猫为您播讲 第二百三十四集 补救缺憾 同志元年五月初十日 太平军大举向羽花台的吉子营进攻 迎关张胜路阵亡 而可喜的是 十五日 报钞终于攻克了宁国府 太平军大将洪荣海 本来是安徽人 投靠了十大开 后来离开十大开 又投靠李秀成 被封为天将 派往宁国县城侧应 他做官杨府卿 孤军奋战失败 见亭子营永汉 主动献宁国县城归顺 报钞也粗忠有戏 接受他投降 命他率军收复广德府城 曾国藩给报钞写信 命报钞只能选留两千精壮的降族 其余的设法遣散 五月十六日 曾国藩资赴总理衙门 极力陈述借印度兵铸脚的危害 以找适当的理由谢绝 五月二十二日 特地拒折奏称 洋人有令调印度兵来秋间大举之说 陈以此事含伤左宗棠李鸿章二人 皆称洋人未必国有其事 然既有所闻 已由总理衙门与在京宫使查询确实 然后审大义以谢之 陈厉害以劝之 如其不见听 则须申明潜意 进攻无铸脚之师 克成无防守之足 无方以权力与岳匪相持 不宜再数大敌 唯当以迁退忠信相语 不适猜疑 免生枝节 殊游人有计也 明确了拒绝借印度兵铸脚 然后复篇奏报宁国客户 及各路军情 在篇奏浙江失守 降贼之官员林福祥 刘启昂 米兴朝三人 请由左宗堂训明政法 还有提督江长贵 请假回籍葬亲 所部各营 暂令唐义逊奸侠 灼量浅散 以节省享区 同样是在这个月里 曾国藩的次子曾继红 县世获得暗首 曾国藩非常高兴 写信要他多读 京士智用的识学 读书不一定要 重局考进士当官 切不可打父亲的招牌 交接地方官府 谋求虚名 7月初二日 曾国藩持责奏报 金陵陆军 吕阙汉贼 为郑王总兵张胜禄 降遍刘永祥等 请求抚恤 然后又拒折奏报 报超义军 围攻宁国 克服府城详细情形 为出力援辩 开单请讲 为郑王将变 马胜奎等十二元 请求抚恤 在复篇奏臣 贼目洪荣海投城 愁着招纳 奏报了军情 又想到民情 拒折上奏 查明江西被害州县 捐免钱粮数目 在复篇奏请恩旨 豁免江西 历年贪捐之款 比州县官员 无受累赔偿之余 而民间 无可乐之苦 立志 可真上礼 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七月初六日 李续怡 病中收到 母亲去世的复告 奏请曾国藩 兼署安徽巡抚应务 所部成大吉 萧庆严 蒋宁学 毛有名等军 都归曾国藩调度 初十日 曾国藩 持折奏报 安徽俯臣 李续一 闻父丁忧 请按照 胡林义 丁忧之力 赏价数月 仍令回晚 属里巡抚印章 真是 人算不如天算 多隆俄 在围攻安庆 出力最大 但赏赐 却低于曾国权 这次 又担任 打员的重任 不愿帮贪婪的 曾国权建功 争巧啊 陕西回民动乱 他自请率兵 赴陕西平乱 曾国藩很着急 请胡广总督 光文帮忙挽留 但多隆俄 一向瞧不起汉人 只卖胡林义的面子 如今胡林义死了 光文不愿乡军立大功 让多隆俄赴陕西去了 如今 北陆主帅 安徽巡抚李续仪 接到母丧的消息 匆匆回家奔丧 索部 虽归自己调度 但毕竟难以指挥 宝朝在宁国 被太平军黄文金 数万人马拖住 也欲尽不能 彭玉林的水师 要修补战船 在池州至铜林一带 江面上 等待从广东运来的 西洋大炮和炮弹 不能按期到达 又和强梁的曾国权 发生冲突 五路兵马 有四路 不能按期抵达 曾国权 在雨花台 气得骂娘 曾国藩想的 却跟九弟不一样 朝廷一向忌惮汉臣 手握重兵 过去依靠满人 将领塔齐部 塔齐部死后 就依靠多龙俄 多龙俄一走 进攻金陵的统帅 唯有曾氏兄弟 乡军将领 全都是汉人 朝廷的猜忌 一定会更大 又想到当年六帝国华 和李徐斌 在三河镇 全军覆没的悲剧 深恐九弟 孤军冒进 会重蹈覆辙 于是 多次写信 劝九弟退兵 说自古大功 一半靠人力 还有一半靠天意 不能士强蛮为 待四路兵马出动后 再进军 但倔强的曾国权 认定李秀成 被李鸿章和左宗棠进攻 自顾不暇 坚决要屯兵金陵城下 建立齐功 见此情形 曾国藩在安晴日夜不安 只得四处调兵 向吉子营靠拢 真是祸不单行 夏秋之间 属与失实 瘟疫大作 各路军营大多染病 长江南岸的军营 更为严重 死亡的人数很多 左宗棠的浙江大营 情况稍好 宇花台大营 也未能幸免 刚开始几天 就死了几百人 营房里 只要有一个人得了病 早上看上去还好好的 到了晚上 人就没了 曾国权惊慌不安 派人到安庆 武昌各地 去购买药材 但药材 还没有买回来 又死了几百人 他仍然咬紧牙关 不肯撤退 严令乡军 加深豪沟 加固堡垒 曾国藩 十分不安 比墙满的酒地 想得更加深远 长毛盘踞金陵以来 朝廷先后两次 设立江南江北大营 七八万陆营精锐 长期围困 却落得最终溃败 向荣和春 与张国良惨死 陆建营 宜良 何贵清 这前三任两江总督 都没有好下场 九弟刚到金陵城下 就爆发瘟疫 这似乎是天降警示 如果李秀成率大军 从外面包围 城内的太平军 从里面杀出 那就危险万分了 七月十九日 左宗棠在游部 击退太平军 这时 袁甲三告病卸任 奉旨受李旭仪为钦差大臣 督办安徽军务 曾国藩得知 急得寝食难安 七月二十一日 曾国藩拒折代李旭仪 奏臣请假回籍至丧 仍请访 胡林义之成立 袁甲三李旭仪 驻扎之处 路进而叫诉 臣奏报往返 取到湖北河南 道路耿族而较迟 自开城前三次败发折篇 已被查核 有无疏失之处 并沉迷各路军营 疾病较多 未能近角情形 李旭仪奏报丁幽的奏书 还没进京 便接到了都师的御址 但李旭仪已经病了一个多月 这时奉到上狱 该府县丁母幽 着急在军营穿效 改为鼠里巡抚 无庸赏价回籍 还收到另一份上狱 钦差大臣 科尔沁亲王 森格林沁着统霞山东河南军务 并调度直立山西两省防兵 所有剿匪事宜 及着会商钦差大臣李旭仪 妥为筹办 接着又送来上狱 圣保着以钦差大臣 督办陕西军务 于是多龙俄一军 有指令曾国藩 着量调度到江北 李夏河一带 镇江的冯子才义军 则令曾国藩统筹坚固 李旭仪得病 加上母丧 这一路难以得力 令曾国藩心情沉重 却也无计可施 略感欣慰的是 李鸿章攻克了青浦县城 接着又分兵与阳枪队会合 乘轮船渡海进入浙江境内 收复了渔航县 还有蒋义李统领五千相拥 从长沙启程 取到江西赶赴浙江 同志元年八月初三日 李旭仪来到安庆 向曾国藩报告说 苗佩林已退出兽州城 到了正阳关 他派蒋宁学 引军进入兽州城把守 派萧庆衍 防守霍秋县 成大级毛有明两军 分别防守三河间 以及顾始县 命总兵王在道 留守陆安州城 自己带病来到安庆 极力请求回籍至丧 曾国藩是个理学家 见他安排妥贴 只得答应 又恰逢免军进犯引州 被各路军马击退 八月十二日 曾国藩持奏 谍奉御旨 分条附陈折 折中奏称 多龙厄一军 由元秦之局 终便回厄 当驻扎当阳一带 恐厄御秦三省交汇之处 作为游击之师 江南李夏河之访 请则成都兴厄 严密防堵 县商令杨岳斌亲赴下游 查看布置 又你赶造太湖水师战船 防脚疏松 腾出黄义生水军 专防淮阳 以服原意 李时中义军 有众五六万人 具有城池 自为风气 善怀言离金之后利 势难省以法律 且其击退贼军 功未可没 你孤寻其就 不赦鸡心 不敬恶其力 不拒绝其求 但不慎资其力 亦不轻掉其兵 按消其 与智自雄之心 将来或不至于决裂 李鸿章 不能离户 一筑镇将 应责称冯子才 耐苦坚守 不做出脚之计 然后又复篇奏称 曾国权 报超 左宗堂各营 皆因患病者多 未能攻脚 李续仪患病未遇 既以母丧哀悔 肌肉全受 若不令离营回击 孔难肃权 是以该府自奏陈情 未便劝阻 再奏筹办广德州 受降示宜者 红荣海 降重数万 但令选留一万多人 边立五营 其余 借发资遣送回击 请给红荣海 游击虚险 其布下头目等 请分别 给予顶待安抚 曾国藩 得知河南 也派人招募相拥 忙复篇奏陈 御省派员 招募相拥一劫 请停止 以节省军费 而军饷是最头疼的大事 在专篇请指 赤江西寻赵前岸 每月拨借曹哲银四万两 协计安徽宁国军饷之需 李续怡的陈情奏书 承送之后 奉旨赏架百日回击 死架期满 仍回营都市 以唐讯方 熟理安徽巡抚 袁甲三 仍然留下 都防灵淮 这时 在广德州投降的太平军 发生叛乱 洪荣海不能弹压 不愿被裹挟背叛朝廷 随帅铁杆布下 一万多人 投奔报钞 这时 报钞的军营 因疫病检员 十分严重 突然有洪荣海的一万多人投靠 军事很快振作恢复 各路军营病情危急 曾国藩绞尽脑汁 却无计可施 只得于二十九日持奏 广德降族复叛 贼之大谷将并窜晚南 而报钞张运兰 朱品龙等军疾病大作 张运贵已经病故 左宗堂军病者过半 曾国权金陵营中 染病者异于数万 深恐雷足 不足以挡墙扣 皆由臣以非才 窃举高位 上干鬼神之前 莫就厄运之灾 中叶已私 不胜胶着 这时 李鸿章在上海七宝街 大破李秀城的太平军 杨强队也攻克了慈禧县 左宗堂在浙江龙游县 与李世贤太平军激战 大获全胜 但全局军务 仍然陷于困局 感谢您收听 由有生熊猫为您播讲的 曾国翻传 本集播讲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